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邓慧文 今天非常的精彩哦 先介绍一下今天我的来宾 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苏炫慧 炫慧老师 嗨 邓医师好 还有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是 其实哦 我今天采访到炫慧有一点晚了 因为炫慧的书这个疗愈孤疾 我想各大媒体争相采访的 我已经在其他节目都听到了 那虽然当然这个 我们谈起来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深度 绝对 那为了要刺激这个深度 我们今天特别伤情我们大牌主持人 吕邱远律师 吕律师你好 是 朋友好 那个 吕律师今天来这边做什么 因为他很少防心理学家 你知道吗 拉低你们两位的层次 不是 但是他接触他的人 很多有这个内心害怕孤疾 或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来试试看 我们在座 有两位我的来宾有两位这么有智慧的人 我们可以碰撞出什么样的不孤己的火花 首先我们就请宣慧来介绍一下 宣慧这本书我看到你开始写到说 其实去年是整个人类都在真的体验一种不一样的状态 跟人的连结还有跟自己的关系都很不一样的状态 所以这本书是在去年有感而发构思出来的吗 当然有搭配去年的整个情况 但是其实他也是在写作计划之一 因为记不记得我去年年头一月的时候出了成为自己内战英雄 那之后我们走入到孤儿园形 所以有受害者情结 没错 然后现在就走到流浪者 所以孤己其实是流浪者的意义 一个流浪者的感觉 但是没想到在书写的过程 整个世界就在 你呼唤了 呼唤了吗 孤己 就是整个世界都在体会这件事情 是是 所以来跟我们说说你在这本书里面 你要大家第一个说我们区分一下孤己跟孤独 是 是不一样 我们先来问问履律好不好 好啊 孤独跟孤己 要怎么不同啊 我觉得孤己听起来在主观感受上是比较悲伤的 孤己 孤己 孤独呢 感觉起来就有点类似他自己知道自己的状态 他并没有想要 或者他并没有觉得自己这样状况很糟 甚至他觉得他想改变 但孤己的情况是 他觉得这样状况不是很理想 那我想要改变这些东西 但我不知道怎么做 我觉得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我好可怜 那个有一点这样程度上 好我们来看老师觉得 其实蛮Bingo的 蛮Bingo的 就要给一个圈吗 就要给一个圈吗 是吧 谢谢两位老师 那再请炫慧来再阐述一下你对这个观点 对因为很多人其实我这本书一出来之后 大家看到这样子的一个题目 书名的时候就说 我很享受孤独啊 我觉得一个人很好啊 我为什么要没事找一个人在旁边就给他给 然后又为什么要为了配合他 然后很委屈我自己 对 很快人们就会想要人际关系里 就是要为了人际关系要配合 要委屈要求全 所以就觉得很讨厌 其实不是的 就是说 人生在世 你一定会有自我的状态跟关系的状态 这是缺一不可 但是 你如果在自己独处的时候 你其实是一个像刚刚履历说的 就是不是一个很 能够安在 安顿自己的身心 甚至是情绪的承载 你其实没有办法把自己承载的很好 那所以你在一个人的时候 你就会其实有很多的寂寞 慌张 焦虑 然后漫无目的的 不断的要搜索很多的资讯 然后你没有办法停下心啦 你甚至没有办法跟自己对话 你连你自己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 嗯 那这样其实是一种回避 就算你看起来是一个人 其实你没有真的在跟自己相处 是 那我就认为说 这样子的情况下 一个人不懂得跟自己相处 他没有办法跟另外一个人相处得好 因为他事实上 连他自己怎么回事 他都不知道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一个人 他其实是会处在孤寂 也就是没办法承载自己的情绪 也没办法觉察 没办法面对自己 其实他发慌的去找人 找亲密关系 找什么事情来做 都是无用的 因为注定了 只是更早嘛 对 所以很多人就说 我一时间找人讲话 一时间就是一直用line去找人 然后一直去在网路上搜寻人 可以对话 其实后来那个对话的品质 除了很糟之外 再来就是 他所期待被人家承接 或期待被人家回应 他想要那一种感觉的回应 其实是没有的 然后他就有更多的失望 更多的愤怒 然后更多的慌张 其实你讲的 让我想到 我刚刚前面在跟吕律在录音 然后我们就讲到说 例如说有案例 他觉得他跟他的 枕边人 就亲密关系者 其实没有很大的满足感 他就觉得说对方好像也没有像一般人想象的谈恋爱那样 会送他礼物啊 对他很好啊 所以他就觉得这个是不是有问题 他觉得有这个关系 可是没有满足 可是我们刚刚在聊 吕律刚刚你是说 就是说他到底要什么 对不对 我刚刚说的那个案例 他就说他不知道他自己要什么 其实我觉得这有点像 炫慧讲的这种状态 就是你在一个关系里面 你也不满足 你分手你也怕 你又很怕分手之后 我没有办我自己一个人 可是在一起的时候 你也搞不清楚 这样对或不对 有没有办法创造或经营那种品质 其实他要什么 他其实也并不是说得很清楚 其实有没有办法从这种事情 你再多讲一点 什么叫承载自己的情绪 我发现这句话可能我们讲的很熟 但是一般人可能会觉得说 什么叫承载自己的情绪 或知道自己要什么 我们刚刚聊了一个小时 人要知道自己要什么很难 是 我还是先说回来孤独好了 这是在我的那个定义里 或者是我们的心理学的这些理论的定义 我觉得孤独它本身要跟一个成熟度 或成熟力有关 就是说当你能够往内心去 不管你是解析还是贴近 还是接触还是感觉 这个觉察里面 你能够把自己的内在状态 能够做很好的梳理 然后你可以把那个情绪力度 可以分别的更清楚 你不会只是用一个含糊的说法 来表征自己 你可以在那个内在里面 就是你不会只是一大块的在看自己 而无法去明白自己的起心动念里面 其实有很多细微之处 那更何况我们的生命其实是很有历史的 我们不可能说 这样子的一个刹那间行为的呈现 或情绪的呈现 就是一个非常浅薄的一个状态 它事实上是一个很深的 或者是内在的层次上 其实是一层一层的 你可不可以往自己内在有更多 比如说你的渴望 你的需求 然后你甚至有一些信念 你的观点 你这些东西你可不可以 比较慢慢的把它呈现出来 其实这个是一种习惯 其实我有时候觉得 我不知道如果不是习惯这种 心理探索的人 对我们就要请问 所以我说像李玉你见的人很多吗 你没听 今天也有开庭遇到很多人 我自己觉得有很多人 其实就是像炫慧讲的 就是对于自己的内在跟情绪 从来没有去好好的摸过 例如你刚刚讲了你的欲望 欲望里面可能也还有 含带有自卑 自大恐惧 对不对攻击 这可能全部都包在 我想要一个东西的事情里面 可是我们这样子的说法 我有时候觉得没有这个习惯的人 可能不是在这个脉落 对我很想知道你怎么看这个部分 如果用白话文来说 刚刚苏老师讲的比较文言文一点 如果用白话文的角度来说是 你如何的跟你现在很糟糕的状况 能够和平共处 也就是说 当你心里面现在充满了愤怒 失望 伤心 你急着要驱赶出那个情绪的时候 那么你就容易落入孤极的状态 但如果你学着跟这些情绪共处 而且你知道 这些情绪带给你的效果 带给你的状态是什么 那么你也可以知道 你害怕什么 你不要什么 你要什么 这个时候你就会 顶多就是孤独 但你可以享受一种叫做 在苏老师的书里面叫完整的孤独 这是很重要的 我的理解大概是这样 所以两位这样讲 其实我会听到就是说 当你没有办法在那个当下 或没有办法跟自己同在的时候 才会有那个疾 疾 也就是孤疾的疾 也许那个疾也有一种痛苦 或者说忍受不了的感觉 特别是断裂跟疏离 因为我们是一个很需要连结的生命 需要连结 对这个连结的对象可以有很多种可能 那我其实现在 我接下来想听听两位的看法 现代人跟孤疾这件事情 我觉得有蛮不一样的一个状态 有一种说法是说现代人特别需要 例如说滑手机啊 或者是就是我们旁边突然有个人抬头 因为他一直在滑手机喔 识讯会的同事喔 那就是好像是你没有办法忍受 一时片刻好像没有跟人家讯息交换 但是你也不能这样讲喔 有人觉得说现代人其实是在这一些可以自由操控的资讯里面 更能够调控自己的需求 那你们同意说所谓现代人更没有办法忍受孤独 或者说现代人有孤疾的问题吗 其实讯会书里有写到一点对不对 嗯因为可能工作的属性啊 毕竟我们是做个人心理智商跟治疗 所以其实还遇到蛮多就是内心难以忍受他一种孤疾感的人 他们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是说 呃会漫无目的地在网路上搜寻 漫无目的的 对不是像刚刚说你是为了一个特定的资讯 像内威一直在打game的算吗 他就是充塞时间 把时间充塞完 他没有孤疾 他只是觉得你们三个人在讲什么 有没了 我听得进去 我听得懂 但是我要干嘛 你就玩手机 就这样 不要想太多 真的没有那么严重 是 对 但是就是说 呃有一些人其实那个状态是 呃他需要把他自己所有的精力消耗掉 他才能跟自己刚刚说的和平共处 把精力消耗掉 对 就是说他白天可能在陀螺的状态下 或者是太匆忙 然后我发现一个状况是 在白天有越多委屈或不得不的人 他的夜晚的Lonely 就是估计感会越浓厚 嗯 因为他白天有很多是配合别人 合作的 或者是 呃 比较取悦的 或者是一个配合的状态 然后他的晚上他就有一种补偿心态 那个补偿心态就是说 欸没有人照顾我 没有人关注我 我终于有一个自己的时间 我终于不用再被share掉了 我不用再被人家去剥夺掉我的一些时间 或者是我的注意力 这个时候他放回自己身上的时候 就挑战到他 可不可以跟他自己的各种情绪状态 跟各种内在的念头的起伏相处 就是白天都忙着在应付别人的需求啦 然后终于所谓的下班的 一直从被要求的关系中下班的时候 突然自己内在这些累积的东西 压抑的东西通通都喷发上来 真的是喷发 那个时候真的觉得没有人承载自己 非常的估计 对估计 非常的难受 你为什么用量子的表情看着 估计是一种情感的断裂 是情感跟自我跟关系都断裂 应该说对 就是估计他的状态是一种 在书老师的书里提到 是一种负面的 对情感上断裂的无法承受 所以我其实会觉得 如果用 你其实觉得什么 我们可以广告后再回来嘛 好 可以 好的 回到邓慧文时间 今天我们谈的是孤疾 疗愈孤疾 这是天下杂志出版的 苏宣慧老师的新书 疗愈孤疾 不过因为孤疾太难承载 我们有三个人一起来承载 其实我们今天录音室有六个人 大大的来承载 其实很热闹 这个孤疾 可是六个人如果不交心的话 比一个人更孤疾 那真的很孤立 对不对 因为六个人每一个人讲话的时候 你都觉得我的心意没有被了解 所以那是很深很深的孤疾 那刚才的宣慧其实谈到了说 如果像你白天的时候被虚索的很多 然后都在配合别人 没有办法好好的伸张 自我的夜晚来临的时候就孤疾反扑 那类似像这样子 讯会有没有观察到 就是人会特别陷在孤疾感里面的一些原因 其实这个可以从你是一个短时间的状态 或者他的父母其实很少跟他做一个比较内心心灵上面的一些交流 对 或者是他其实已经太习惯可能跟3C产品在跟他们做一些互动 可是不习惯跟人 所以他的那个闭锁 心理闭锁的状态就比较强烈 那再来就是说 可能在依恋关系上面可能有一些损害 所以对他来说人等于可怕 你来解释一下依恋关系上面的损害 让听众朋友比较清楚一点 依恋关系主要就是谈我们跟主要照顾者之间 这个所谓情感关系上面的安全感 信任感还有亲密感 那这三个很重要的一个可以稳定我们内在安稳程度的 这个情感连结 或者是情感的一种流动品质 可以让我们内心感觉到 我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存在在世界上 在我的身边 其实我当我有一些状况有需要的时候 甚至我想要做一些表达 对 呈现的时候 我其实可以得到一个回应 是 那所以这个这个关系在我们的童年时光 特别是大概出生开始之后 前五年我想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那这个时期里面 如果说我们发现我们跟主要照顾者之间 其实我们常常没有交流 或者是我有讯息出现 可是却没有任何回应 比如说我知道有一种教养法是 孩子出生第三天开始 要把他放在一个独立的房间 然后三天内都是不能进出 然后让他一直在那边哭 因为这样子是要让 这个很极端 对 要让他训练说 是他要配合父母的作息 不是父母要配合他的作息 然后所以有很多小孩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他那个内心的这种沮丧 跟内心的那种孤立无援 就这世界上不会有回应 因为不管我我怎么样的哭 怎么样的难受 怎么样的需要安抚 其实都没有这个回应 这种这种有点类似偏向行为上面的 的矫正或行为上面的一个制约 这个是有效的 就是说我听过一些父母告诉我 用这样子一套方法之后 小孩确实看起来很独立 也没有什么情感需求对他们 可是慢慢就会发现问题 慢慢就会发现这个断裂 是 然后彼此没有办法走向彼此 内在的 比较内心程度上面 而且不是只有跟父母 这在他长大之后 他在跟人的关系上面 会有很大的问题 他可能会有预设 而且我觉得这还有很多天性上的不同 就每个人对于依附的需求 还是有他天生的一些 那个量品质还是会有不同 所以你用同样的做法 对不一样的人也可能有不一样的效果 更不要说你用了一种很不可预期 或是伤害他依附的方法 所以这些人可能成人之后 或者说可能现在有很多的青少年 他就是现在这些估计感的问题里面 对比较像一个孤立的状态 有没有人现在这个孤立状态里面 然后他自己不自觉的 还是都会觉得很痛苦 多多少少会觉得痛苦 我相信就是痛苦感是有 可是无解也是非常强烈 我确实有遇过有人求助这个问题 可是对他来说 他连一个治疗师在他面前要讲话 要能够他吐露的出来 然后他要觉得说 我可以放心吐露 而且我相信眼前的这个人可以听得懂 可以回应 这本身就是个困难 这本身就是个困难 而且我不知道学会有没有听过 我们在治疗的这个理论上 有一种更极端的状态是 这个个案如果他的连结经验 受损的很厉害 是 他在跟治老师做资讯的时候 治老师连讲话他都没有办法忍受 你知道这个写在一本很有名的书里面 叫做今日的异理帕斯情节 他是讲精神分析的关系 他就说因为他内心啊 那个跟人连结的童年经验受损的太厉害 所以当比方你是我的治疗师 你我今天讲了很多我的例子 然后你跟我说 啊所以你觉得很难过 你可能只是讲这么简单 不行 不行 因为我觉得说天哪 你怎么会有想法 你怎么不是贴在我身上 只有follow我的想法 你竟然有自己独立的思考 所以你跟你的脑子在背叛我 其实他写的很强烈 他说他的那个病人 对这个东西的直觉反应 就是说 你不要跟你的思想交够 这一个很强烈的 完全没有办法忍受自己以外的存在 所以那也会让人陷入一个 其实是彻底的孤立状态 是 那如果说 说到这里的话 其实在孤立状态的人 应该自己多少是有感啊 那应该怎么办 可以怎么办 对有感 我觉得我们对面那个人好像该讲话 哈哈哈 他一直在孤立状态 我不担心 我要补充一个东西是 我知道你的脸都在想补充 你们两个每次讲的都好文言 我不这样很文言吗 我们要讲白话一点 好 你剥夺了 你看吧 剥夺了这个小猴子的母爱以后 就是为什么叫哈洛理论 因为做这种残忍的事情的 科学家或心理学家叫哈洛 当 你剥夺了这孩子的母爱 让他感受到孤立孤疾的时候 未来这个猴子在社交状态下 是会有很大障碍的 他甚至不懂得如何跟 呃比如说 在老师的书 苏老师的书里面有提到 他说 这个情况很可能会导致 这个社交障碍是 他不知道怎么正常的跟其他猴子交往 对 那这样的情况事实上来说 代表那个孤疾可能源自于他原本 也就是他幼年的时候受到创伤 所以今天这个爸妈做到这件事情 很好啊 小朋友不闹你不哭不闹 不依赖你不依附最好啦 那你以后就知道啦 这是你育儿的目的吗 就不是这样吧 所以我会觉得 刚讲那个东西是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 如果当我们遇到这一类型的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小孩子你要让他独立 不是用这么极端的方式去处理 哈洛已经告诉我们 如果俘虏类动物在面临到 他被剥夺了某些情感的需求的时候 他未来会变什么样子 不过我完全同意屡律说的喔 那不过我们我觉得比较麻烦的是 读到这本书的人啊 他以前是在某种状况下 那我们怎么检查 怎么检查 你们刚刚也是讲文言文 我们来讲白话文 怎么检查 在书老师里面有提到 来来来来 我简单讲我要快讲快讲 不然那个你的时间又有限又要卡掉我们 第一你会不会暴饮暴食 情绪越不好吃越多 第二你会不会觉得 你不会啦 我会 你 好第二个 我情绪越不好吃越多 对 第二你会不会常常处于一种 空洞与空虚中觉得没有重心 第三你会不会觉得生活日复日 觉得没有意义 不会 第四你会不会盲目购物 不会 你会不会不断逛街 不会 那你没空我知道 只有二十几岁失恋的时候有出现这种镜头 好来再下一个 你会不会常常出现这个世界有自己跟没有自己根本没差 我不会 当然不会 因为我有很多人等着要我去做事洗碗啊干嘛 好啦没有人在问你啦 没有人在问你 我在讲白话文 快点 听众自己有感受的 你一直打岔你不会你不会 这样就没有估计的感觉 我示范回答 好 你有没有感觉到你对人生充满疲倦感有种 明天我要是死掉那就太好了 好不要讲话 你有没有有一种好想找人的念头 可是又没有人可以找 电话不打开来 发现都是人 但都不敢打 你的生活环境中有没有一种格格不入感觉 这世界排斥你 你有没有跟周围的人无法沟通 觉得他们很难理解你 你也很难理解他们 是不是 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引发你的兴趣动力 你觉得你自己是孤独的 你会不会一直看网路 然后就反正这一页点了就翻 就点下一页 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然后时间就过了 你会不会一直渴望伴侣 或希望有个人陪伴你身边 你会不会想像有一个人突然关注你 关心你 让你觉得好像活着有点价值感 你会不会很害怕假日 这样一条也不行吗 不行不行不行 他渴望有人关注你 关注你关心我 关心我 你不用觉得啊 你可以私心 你就知道我很关注你 关心你啊 是不是 你说的是幻想 好再来 你会不会很害怕假日夜晚下班 没有人找 会很恐慌 再来 你会不会想跟人家说话 然后通讯录里面没有人可以交谈 然后就寂寞 好结束 觉得好难过 如果越多代表越估计 而且以上的描述跟忧郁症有一点点相似 因为如果长期慢性估计会导致 忧郁症发作的可能就会高一点点 是 你现在说到这个就是 估计其实对身心状态是有害的 是 很大的影响 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是 大家都知道这是有害的吗 嗯 应该这么说 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都有这样的问题 就像你刚问一个问题 那可能要等一下回答 现代人的估计 跟古代人的估计 不一样 可能我们会认为现在是更严重的 其实不必然 嗯 不必然 为什么不必然 你看日本 或就是一些传统的社区 他那种所谓的 呃 我们讲说 他那种所谓的 把一个人估计起来 或孤立起来 那个更可怕 也就是说 在乡村里 在我们紧密结合的社区里 有时候反而因为 我被迫必须要融入 而我觉得孤极 没错 那个孤极是更可怕的孤极 因为当我其实想多元 但我却变孤极 这也是为什么苏老师里面的书 谈到孤独的重要性 嗯嗯嗯 因为孤极这种情况 其实是不分现代 过去 或者是哪个地方 因为 当你自己没有办法建入 建立完整的孤独的时候 其实你的孤极会无所不在 他不是因为现代人之间 接触太频繁了 所以你宁愿上手机去孤极 同意同意是 好的 那在大家一片同意当中 我们要进广告 大家好 回到孤极的邓慧文时间 疗愈孤极的邓慧文时间 好 今天在现场的有 苏炫慧 职商心理师 我们谈的是 疗愈孤极 天下杂志出版的 疗愈孤极 以及在帮助我们 把事情讨论的更清楚的 我们的另外一位主持人 吕秋元吕律师 是 好那刚才大家听到了 这个一些问题 对不对 你可以从这里去检视自己的状态 那我们现在节目进入下半段 要来疗愈 宣慧如果我有这样子的状态 我可以做些什么 我需要做些什么 疗愈我的界定就是 恢复健康 然后这个健康的意思就是说 成为一个人 真的是一个人 所以大家都不是人 不是个东西 对就是很多人把自己活得不像一个人 不像一个人 比如说没有感受 所以 习惯抽离 是一个人要有感受 对 就是不能再习惯抽离 或习惯默然 麻木 或者是很快就说 我没感觉 这很快 就是你有些时候问人家说 你有什么感觉 立刻说我没感觉 就会很快的把这个功能 就撤掉了 对 然后再来就是说 你能对于你的思考 你的观点 能够试着去跟自己的观点 做一些接触 不会好像都是空 我没有想法 我没有 我没有在觉得什么 可以再具体一点 怎么样可以去跟这些东西接触吗 例如说你书中写到了 如何去 呃 就是说 感受 或者说跟自己的情绪相处 嗯 这当然前面你要的 这个 作业程序很多啦 所以要慢慢来 那一般来说我都会先说 哎你 至少先回到身体的感受 嗯 比如说 你说一下你那个四格的那个嘛 好不好 就是说 你先 例如说你会描述说 别人今天去 下班要去 纠团去唱歌都没有找我 嗯 有没有 那就有点落寞嘛 对 或者是有点在意 一个事情 嗯 然后先问自己 身心的感受 对 可是有时候心情的感受 很难 很难讲 那就很想身体 胸口闷闷的 昏昏的 晕晕的 紧紧的 对 然后四肢可能都是僵硬的 对 动弹不折 这个其实真的你要注意的话 很容易注意到 是啊是啊 因为身体跟情绪它就是同步嘛 所以你情绪描述不出来 你就往身体去 好 然后再来呢 那身体没有描述了嘛 对 然后就试着在这个身体 因为你至少生命历史也有一段时间 你大概知道说 这个身体的反应可能都在描述什么样的心情 对 可能在展现什么心情 意思就是说你每次觉得晕晕晕晕晕的时候 可能就描述一种我被抛弃 对 或我被讨厌 恐惧 我的 然后我可能会不被在意的恐惧 怕被人家 排除 是 怕不被人家在意 是 那这个就是你开始去描述他的 对 然后描述他之后就说 那你在想什么 所以这个想就是说 我想说 为什么他们就是 特别不找我 或者是我做错了什么吗 我有得罪他们吗 把你自己内心这些纠结的想法 描述出来 对 是 然后之后就看看你自己 接下来有没有什么需求 或者什么样想去动作的行为 是 比如说想要赶快把包包宽宽的 赶快离开这里 这其实不是需求 这是一个逃避吧 对 但是他行动出来了 嗯哼 他的需求也是有一个 就回避这个觉得很紧张 或者是很高压的状态 对 这也是他的行动上面的需求 是 所以最后一个就是要写出你 一层一层的写出需求嘛 也许 也许一层需求是 我想逃离 我想换个公司 对 可是最底层的需求是 我希望我跟我的同事 是可以相亲相爱在一起的 一层一层的去这样 我没有觉得我是被他们排除 或者是孤立在外的 嗯 或者我希望是被喜欢的 要去面对这个希望 一般大家就会问说 那我面对这个希望 好恐怖喔 因为可能达不到 可能不会被满足 所以我不要去面对 对 那所以他的重点 就还是在解决那个问题嘛 对 他不是回来调节他的身心压力 你的意思是说 他还是执着在要照本来想的 那个解决方案 对 那个结果 而不是 执着那个结果 而不是回来看自己 那如果回来看自己 会怎样 就是说欸 你刚刚看到你的身体的变化 看到你心情上情绪的变化 再看到你想法上这一些 引发你的恐惧的焦虑的 然后再来是你那种 很慌张很想逃的感觉 这样子的你到底在经历什么 这样子我在经历同事不喜欢我啊 不是 就跑到一个想法 对不对 就会这样跑嘛 对对 这样子的你 其实你的身心都在承受什么 嗯 承受什么 其实那个时候 如果你有跟自己有点连结啦 对自己还有一点点关爱的话 嗯 你可能就会说 喔这样子自己好辛苦 嗯 这样自己真的承受很沉重的压力 嗯 或这样子的自己真的心好累 你大概就会对自己产生一点点的 关爱之情 当然我们如果在 专业上我们希望可以走到 宽容或者慈悲 你刚刚讲的那个东西有个很重要的转折 就是它叙述的那个主体 会从别人转 因为我刚刚 例如我刚刚示范的时候 我现在在承受 我就是在承受被同事忽略 对 你就在自己的位置上 主体就是同事嘛 对 可是等到我讲说 我在承载一个那种 那种孤单或是辛苦 嗯 慌张 对慌张的时候 其实它 是主体是回到自己 自己身上 好 那个我们这样有够白话吗 不够 你再帮忙白话一点 各位各位 他们两位刚刚在谈的 第一阶段 其实根据苏老师的书里面 我觉得我感受到的 第一个阶段叫做 面对它 你要承认自己现在有一些状况 你并没有融入这个世界里 也就是说 你让自己放逐在你自己的世界里 你拒绝去承认一些 目前身体上不是很理想的状况 你也拒绝去承认 你跟这个世界有一些疏离了 这个叫估计 你要面对 那你面对了 包含说有一部分 老师的书里面提到的 童年的创伤 当你像那个小猴子一样 你被忽略 你妈妈 可能爸爸 可能对你的这些处理方式 不是很理想的时候 那个伤口其实在的 你要不要正视 我没有叫你报复 但是你要正视 先看到这一块 我不舒服 比如说我现在身体状况 哪里不舒服 我心理状况哪里不舒服 先正视面对 很多人做不到这一点 第一阶段做不到 就没办法疗愈 因为你不愿意承认嘛 你我很好啊 我觉得我这样孤单 我这样叫 不叫孤单 我这样不叫孤己 我这样叫做爽 那这个没得改嘛 我这样叫做与众不同啊 对 像我就是不凡的人 怎么可以跟这些烂同事混在一起啊 你如果当你这样想的时候 你就不能解决问题了 所以第一阶段面对他 第二阶段我们讲 处理他 处理他怎么处理 在舒老师的书里面 谈到连结 情感的连结 那需要练习 每个人都是脆弱的自己 你不要认为自己 好像需要别人是一件很丢脸的事 你也不要觉得别人需要你是一件 你没有必要做的事 你要去处理那个连结 那个连结你要放下自己的心房 那需要一点时间 我真的觉得我有在进步啊 因为我好清楚 我好需要你用白话 帮我们解释这些东西 太好了 心理学家有时候讲的东西就是 我觉得你讲好有道理 但我不知道怎么落实 继续继续 好所以连结 这个连结不要怕 不要担心 你先跨出一步 先从很小很小的东西在一起 比如说包括你跟早餐店的老板说早安 那都是一种方法 然后 这是你自己家的吧 对我家的 但我的意思说这叫练习 这不是苏老师写 苏老师没写 苏老师怎么可能 有啦有大概有这样的练习 对他不会 老师讲还是不要练习 所以你今天有跟早餐店的老板说早安吗 今天我没有买早餐 我早餐自己做的啦 好 好 我的意思是你先练习看看 你怎么跟 比如说门口的管理员 互动 你怎么跟他互动 然后 你试试看 你会突然得到一个微笑的时候 你的分数就会增加了 你会开心 因为你会发现 哦原来其他记得我诶 我一直觉得他不记得我 原来我跟他点头 他突然叫我 诶 呃李先生 呃邓小姐 他突然这样跟我回应了诶 好棒喔 你会开心一点点 然后接着你可以再扩大 再去练习一些 呃其他的状况 为什么我说先从无关紧要的人练习 呃这不能讲无关紧要 就是说 从跟你之间厉害关系 比较少的人练习 因为你比较不会害怕 或者你比较不会受伤啊 对对对 你会觉得 好我突然跟我冰封20年的爸爸讲 爸我爱你 嗯 好恶心喔 这样做不到 所以你必须要慢慢来 那个就是逐步的连结跟练习 我跟你说我那天听到真的 对我可以想到一个例子可以讲 那继续继续继继续 我那天真的听到一个很心痛的例子 就是他终于去跟他爸爸讲说 就冰封了20年的爸爸讲说 爸爸我爱你 他去上了很多很多的成长课程 那爸爸跟他说 你不配爱我 好来 第三阶段 各位第三阶段来了 第三阶段就是 放下他 你很多时候你处理不了 这是最后面我们讲完整孤独的时候 当你发现 其实你自己 慢慢的在完整你自己的 某些情绪 但是对方不领情 尤其像慧文你刚讲那个例子 其实很悲伤就是 我做好准备了 嗯 错 你没有做好准备 嗯 因为你不知道你父亲 会是这样反应 就代表你没有做好准备 他没有打算跟你融兵嘛 那他也觉得你不配嘛 那不配OK 不配喔 不配就是我们反思自己 我觉得我配 但你觉得我不配 好吧 那我尊重你 欸我 你知道吗 他的学员 就是他的学伴啊 听了这个例子 有一个人跟他讲说 如果你爸觉得你不配爱他 那你爸就是不配被你爱 所以你没有不配爱你爸 你真的很绕口令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他的意思就是说 反正他也不配你爱啦 他刚刚他讲这种话 那一刹那间 他就不配当你的爸爸 不用这样想 你刚刚解释这个叫做心理防卫机转 对对对 我知道 这就是放下 放下的意思不是说你就恨他 而是这件事我做了 我已经做我能做该做了 那就这样吧 就让那个状况 我是为自己做的 所以就放下吧 其实你们有没有觉得讲到这个放下的阶段 你最后其实剩下也还是自己嘛 可是那个自己跟一开始还没面对接受处理 都不一样 已经是不同状态的 是 所以很多人都会误解说 好像 例如说很多的疗愈 疗愈到底什么叫疗愈 其实从一开始我们就说 疗愈绝对不是去改变你那个改变不了的人 不是 而是说 你如何在你的心里受到 你受这个伤害 你受到什么影响 你能够疗愈的是这个被影响的你自己 是这个部分有不同嘛 我们又要进广告了 好的回到邓惠文时间 世界越喧嚣 对爱与肯定的心理饥饿就越强烈 重建内在的安全感 修复情感的连结 这是 呃 苏炫慧 苏炫慧是伤痛疗愈心理专家 你不只是伤痛疗愈心理专家 还有什么 不是只有伤痛疗愈 疗愈孤寂 然后炫慧 炫慧最近 这本书里面每一张前面都有引用容格的话 你最近常常用容格的 没有从以前一直都是 就是 就是从你之前那个内在的应用的时候 对对对对 个人就是很喜欢阅读他的东西 容格哪边打动你 呃 我想某个部分他的 因为他是一个基督教家庭 对 他父 他爸爸是牧师嘛 嗯 就是牧师家庭 然后又一直长期在基督教的氛围里 那这个跟我的小时候很像 哦真的吗 对我是基督徒 然后我也上过神学院 我读过神学院 是 所以我本来也有点像他就是说 诶以为自己会在当牧师 哦就是好像会呃 成为一个神的仆人 但是后面就是开始领略了 比较内心世界的东西 你有感觉过远离神 或是找不到他自己在摸索的那种啊 一定有啊肯定有啊 嗯 所以就是读到容格说他有一些 他有一些手杂嘛 对 或者像红书不是都会写到像地狱吗 对 或者是寻求你的寻找你的灵魂 哦像这些过程 我想某个部分是因为那个基督教的背景 还有就是那个家庭 基督教家庭的氛围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是说像我们刚跟于律在聊啊 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就是容格 容格讲的东西跟一般 我所谓一般就是说其他坊间大家比较常接触的心理学 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 容格他觉得那种哪些东西是正面哪些东西是积极 就所谓的阿波罗精神那种阳性的原则哦 都被放在上面 这个是很偏颇的 嗯 那其实很多你觉得是阴暗的 黑暗的 或者你只是坐在那边困坐酬成 他可能都有他在成长上一种孵化的意义 是 所以之前我们在跟宣慧谈那个几个阶段 或圆形的阶段 你这个历程其实会一直转一直转 是 那这个是 我觉得他 应该说 会被容格心理学打动 或在里面找到答案的人 常常都是生命中 有过一些黑暗的 嗯 肯定有 例如说对我自己而言 我不是很能够读那种什么 一直很正向 是 然后一直很积极 然后怎么样 一直很成功 完全用力量可以去解决你 如果不能解决一些事情 就是用力不够 怨力不够 这个我觉得 其实我也尝试过 但是我最后走向容格 是因为 我发现那种 让我感觉 我在黑暗里面摸索 是震荡的 嗯 我想宣慧也分享过 你成长历程当中的一些无光起 是 所以这个是 我觉得真的大家 可以感受一下 如果你的生命 感觉相当的困顿 你翻过来看一下 他不见得是在下面 有时候上下也是需要翻转一下 就是所谓对立性里面的 不同的看法跟原则 好 我们刚刚这是我们两个人 都在讲文言文 文言文 那 履律 律师都要很理性 对不对 你们不能够跟各安讲说 你就在无边的黑暗里面 再等一阵子吧 不行吗 我们都要给很理性的 我会跟他讲说 你这证据还不够 就再去收集证据吧 这就是在黑暗期当中 继续摸索的意思啊 也是有摸索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 呃 第一个人本来就不可能一直都是正面的 你又一直正面 一直觉得相信人定圣天 那个观念其实 会让自己太辛苦 呃你们两位在聊的 其实我的感觉会是 在谈龙格的时候就是 你要如何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而在那个不完美当中 找到自己的定位 学着共处 慢慢的让自己越来越好 你刚刚做了一个很好的摘要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在炫慧老师的书里面 最后这个部分 你要怎么拥抱 跟爱 爱回那个内在孤寂的自己啦 那个屡律是过目不忘 对不对 你有办法背出来 修复的六阶吗 他都背不出来 你考他 快点 你不要考我 我们这样就很阿波罗精神 你知道吗 好 我告诉你我会背哦 因为书在我手上 那不叫背 那叫念 念出来 大家又看不到 对不对 第五章 拥抱及爱回内在孤寂的自己 我们的修复练习第一阶是 允许你有感受 降低神经症反应 面对他 第二阶是 接纳及安抚你的真实情绪 接受 对 接受 第三阶是 肯定你的存在很好 好 这里我一定要讲一下 不管你各式各样的存在状态 你要肯定他一定有一个很好 即便那个意义 你现在还没有办法看到 对 第四阶是 保持对自己的正向好奇跟关注 这是我们刚刚在很多例子里面讲的 你要好奇的是你自己 你不是要好奇同事为什么下班不约我 好不好 你要好奇的是 我自己正在经历什么 你发生了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我常常 我想宣伟也是 我们花很多时间 才引导到对自己的好奇跟关注 是 第五阶是 学习在关系中 传达情感 与正向表达 好 第六阶是 累积同步同调的情感连结 既然你敢写这么难 最后一分钟给你解释 这是什么意思 累积同步同调的情感连结 这个可能还是回到那个理论基础啦 就是说 什么样可以让一个小孩觉得他跟他的主要照顾者 或者是他的妈妈之间有一种情感流动 就是他们的情感在同一个频率上同调和谋 你举例子 比如说这个小孩他现在就是吃不到他最想吃的蛋糕 他正在哭 他正在哭 神气 然后这个时候妈妈做的不是压制他 也不是批评他 而是告诉他说 你真的很渴望这个蛋糕 所以你很想要吃 我知道你觉得很伤心 就是从他的失落中了解他的伤心 然后也知道不是只是在他的生气中 对他的行为去做评论 而是知道他内心那个脆弱的感觉 因为他得不到他最想要的 那所以如果他觉得他被回应到 或被理解到的时候 他可能会愿意趋近来接受这一份连结 情感的连结跟安抚 我觉得这个了解的力量其实非常大 非常大 就是你知道小孩子在那边闹啊 那像我们家小孩啊 他不知道那个怎么讲 有那个标记笔的后面也会画出颜色来 标记笔不是只有前面有颜色 他后面那个纸如果在墙壁上摩擦也是会摩擦颜色 所以他昨天就在墙壁上这样画画画 结果我后面的墙壁就被他画上了粉红色 结果插不掉了 那他发现他闯祸了 他就很生气 他就说最讨厌来妈妈的房间就走了 然后这时候我就去找他 我就跟他说 你没有想到这样子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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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在墙壁上画成这样 你觉得这样妈妈应该会不喜欢 那所以你现在觉得你很讨厌这个事情 你希望他没有发生 我其实只是描述他的过程 但他其实会冷静下来 我说那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 我们来想想我们有没有办法做些什么 还是我们就接受他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想法 我只是要他来学到一件事 就是你觉得你闯祸了 你很难过 但是你不要逃走 你可以有弥补 甚至你不要弥补 但是你要做一个选择 我觉得其实那个话语很简单 我以前会讲很多的大道理啊 会跟他说你这样动作就是 讲太多 其实你只要对到他的最难受的感觉 我想这就是我们一直希望被对待的方式 好 那么这个疗愈孤疾 三十堂课 学会接住自己 是 那你会接住自己 你也能接住你旁边的人 是 大家互相接住 感谢今天炫慧来接住大家 然后旅旅来帮助我们 谢谢 接住我们 是的 谢谢听众朋友对我们的支持 希望这本书能够对你有帮助 我们今天的读书会 就在这边 很圆满的不顾及的结束 好 祝福大家 谢谢 拜拜 拜拜